朱渊男,22岁,广东人,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大师,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各位大家好,图图老师好 我叫做朱渊,我来自于广东深圳 我即将毕业于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艺术与传媒系视觉传达专业 我在学院里面担任的是院广播台播音部部长 所以我会经常出于学院里面大大小小的主持 同时我拥有一间自己的私人的艺术工作室 我手绘一套明信片示范我们学校 在那里我挣到我大学第一桶金 然后在这里我想找一份媒体娱乐的策划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朱渊,做个主持,签约主播 对 是吧,你主持什么呀 一些偏娱乐的晚会 就好像圣诞晚会或者是那种联谊那种感觉 你们主持说粤语是吧 有时候是普通话为主 但你这普通话明显不行 那就有点尴尬了 那就有点尴尬了,没关系 做主持没关系 主持必定要求说普通话很主持 但你说播音呢我就有点较真了 对,因为我的专业是视觉传达设计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对 你在学校最出名的是什么 是帅呢? 还是自己的工作室呢? 还是主持呢? 我觉得三个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是因为感谢爸妈给了我一张比较白净的脸 然后大家一开始就觉得 这男生好像很白净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就是我会出一些主持 或者说帮他们拍一些宣传照 然后他们就会 好像我去饭堂的时候 那阿姨打饭嘛 我说阿姨多加一点 然后阿姨 你是那个 对对对 我能多加一点吗?不行 然后又咬回来一瓶 对不是阿姨是手一抖 然后没了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 就是一个工作室的关系 我发那些推文 可能里面就会放一些自拍 或者说一些转发抽奖活动 然后我就可以就赚点钱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你玩直播吗? 对我玩直播 你直播叫啥呢? 我直播脸 直播你脸 你给我来个直播 我看看你怎么直播状态是什么 假设这里是屏幕吗 这是个屏幕 嗨大家好 我现在在非女模式的舞台上面 我现在其实讲真的有点紧张 但是我觉得男孩子不能虚啊 对吧 结果心蹦蹦蹦跳特别快 但是我现在感觉 对就是这种音效特别快 但是我假装不紧张 因为不能丢人 不能丢我身边的人是吧 来 礼物送一波 你们的主播回来了 还咬下嘴唇呢 打赏 有女生追你吗? 有 有多少个? 我在算 像星空一样数不过来是吧?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支持我 然后 我所说的是真的女朋友谈过几个 三 三个 对三个 不对啊 我这上面写的五个嘛 我说大学期间 大学期间三个 三个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分的手 第一个是因为我当时 觉得我做的事情会比感情重要 但现在是很后悔 对然后我就没有时间陪她 现在跟电视期间的她说一声抱歉 或者是想说点什么 其实当时还挺对不起你的 但是我是想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期待在未来里面你有一个更好的她 又咬下嘴唇 我习惯 第二段 因为什么而分手 第二段是因为她已经工作了 我当时才大二 然后有一句话叫 没有物质爱情是一盘散沙 然后她跟我讲 我要的你给不了 然后就 谁说的分手 她 她说的分手 我到现在没有说过分手 来跟第二任说一声道别吧 对不起 我应该当时变得更强大 能够有力量去保护那些 我爱的还有爱我的人 咬下嘴唇 不咬 第三任 第三任 因为当时我有打算去韩国留学 然后我说我怕我回来之后 就二十五六岁了 就有点晚 我说给不了你一个安定的将来 总结一下 谈了这三轮之后 认识了一个怎样全新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我想把所有事都做好 但可能所有事情都做不好 我只想变成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世界的 因为有我的存在而多一点不一样的意义 哎呦 哎 我觉得他让我向我前女友道歉的目的应该是 一个是考验我的临场反应能力吧 另外一个是就是就觉得 这样子会能让各位老板更加了解我 你是认为你的人气是因为你的颜值造成的 还是因为你的风趣 你的主持 是因为哪一个吸引了大家 我觉得跟脸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是我的反应 还有我的那个脑筋 我会快速反应 我觉得我不会冷场 不会尴尬 你哪有脑筋 你只会咬下嘴唇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景资料 来拿出来 哎呀 哎呀 很有心有款有心啊 那我介绍一下 你自己说自己说 左右两张是我参加一个街拍活动 就做一个什么大野人之类的 然后中间那一张是我马路 就直接拍 就是原图 然后这个是我工作室的出品的明信片 这一张是我们的校门 然后那一个是我们的教学楼 然后下面是食物图 然后后面就获得大学的第一桶金 这是我告诉那一些可能 现在还没有成功 或者说是还在努力的人 希望一定会到来 也许你面前是一片阴影 但这就证明太阳在你后面 所以你才能看到阴影 谢谢大家 是写得很漂亮 对 哎你刚才那个明信片是手绘的吗 是电脑手绘 去发给他们 把那个拿给我们看一下 对 让他们自己传就可以了 你没有必要每张都发 麻烦点谢谢 你这边发一点啊 你不是自己传吗 你傻呀这边还有一堆呢 没事你去 你去你去我帮你弄 谢谢 你觉得你那个明信片算成功吗 这个这次一桶金 你好像很满意是吧 我觉得因为算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我打破那种传统的贩卖方式 贩卖你可能放在大学里面是摆地摊 我觉得太低端了 我是联系了学生会 让他们以校园文化愉悦的方式贩卖 这是学校师会支持的 第二次在毕业季的时候 我让他们在超市面 接着弄手推车 后面他们就用手推车 推走的明信片 在校园里面贩卖 你为什么不把明信片 挂在你身上卖呢 因为这间称厂还挺贵的 你好幽默哦 我觉得第一环节表现特别棒 就是它可能是左右逢源 而且情长特别高 可能照顾所有人的感受 但是给我的感觉 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秀 你是应聘什么工作 应聘新媒体传媒策划之类的 策划之类的 要求薪酬不低于多少 我觉得要五千 五千你是大四 是找实习工作 你能全职吗 17年 6月份之后就可以全职 有地域的限制吗 最好是南方吧 为什么 北方不行吗 我不想离爸妈太远 但是其实今天很多工作岗位都会在北京 我建议你不妨考虑一下 好 谢谢 再看看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十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我们来看一下给他的职场测评题 团队负责的项目出现问题 如果你想到了解决方案你会怎么做 A 向领导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B 等待领导主动问群 C 和同时共同讨论自己的解决方案 D 先看看其他同时是否有解决方案 再说出自己的方案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C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家是一个团队嘛 我想到一个idea 我应该先跟我的同事讲一下 第一是看一下他可不可行 因为我觉得我绕过我的同事 跟我领导讲的话 那这个团队就已经散了 那万一被抄袭呢 被抄袭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总不可能说他跟领导说 这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吧 那不过如果你觉得你的特别的正确 他们又觉得你不正确 你会怎么办呢 我如果不对的话 那我就只能把它删掉方案嘛 那你会问你的老板吗 我应该不会说那种特意去找他 可能会提一下 你不会坚持自己 对啊 你就会把你的才华埋没掉 像你的明信片一样吗 我觉得我做的选择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我不可能说 我觉得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可能是固执 他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孩子 他其实很在意别人怎么去看他 我是故意其实是挑战了他的专业度 因为我刚才在看你做的这个明信片 你只学视觉传达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平面设计这一块 我们经常讲说做这些设计的话 至少要有一点降薪嘛 大家做出来一些东西 交出来作业足够漂亮 足够好看 而你看你经常讲的明信片 一直在讲说你怎么去卖 卖得有多便宜 而不是说是我把它设计得有多好 能够表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 其实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水平 我觉得你真的三年学出来 做出这样一个视觉表达的话 我觉得还挺遗憾的 我不同意 因为这个明信片我没有看到全部 我只看到其中的一部分 它是把这个正常的照片 通过电脑手绘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的 首先它这个照片里边选的题材 基本上我可能没去过你们学校 但是我看到里面有一些超市水房 其实它是想通过这种 常见场景的记忆的这种record 来提升这一套产品的价值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觉得它这套作品 刚才我觉得有必要去谈一下 它的美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 它的设计这一方面 而它的灵感 现在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它认为你的很平庸 它们认为你的很有亮点 选材很有亮点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套明信片这个方案 你到底是向领导提还是不提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会先跟这一边解释 我会解释这一套 不只是设计那么简单 如果解释没有用呢 就像刚才你跟他的解释没有用 如果解释没有用的话 你还质疑向领导提出你的方案吗 在这上面会 会 对 我是故意其实是挑战了 它的专业度 它也在那个时候 它其实已经觉得 它东西并没有那么好 但是左边的老板 突然有人说它还不错 你看它后面它的改口 你做一个设计者来讲的话 坚信你自己的表达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其实觉得 它的问题怎么回答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而最重要的是 它的两个转变 在你身上 我没有看到一个 强烈的一个起初心 在目前为止 就是你说 我一定要为这个事情 怎么怎么样 所以以你的用户画像 和你的性格特点 你现在是特别适合做 基层 或者一个专员 进入职场 你是一定是一个职场中 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人 但是你是否能 真正地说 这件事情我要有担当 我要把它一定做完 缺乏魄力 缺乏魄力 这我完全不同意 我觉得它是在 隐藏自己的野心 我觉得它是一个 半猪吃虎的选手 我觉得你把它看成了一个 这个 好像很柔弱 其实它内心中呢 是很强大 而且很坚持的 因为时间短 我判断不了 它是否是半猪吃虎 但是我能从 它在回答这个问题 和在回答明信片的过程中 我认为它的魄力 和担当性 是有待考察的 我还真不觉得 它是半猪吃老虎 它真的是内心 对自己的作品 有一定的迟疑 来四位 根据它的答案 判断一下 我坦白说 我个人觉得 那个朱渊在回答 这个问题的时候 颠覆了前面 我对你的这个判断 我显然觉得 你选C的时候 是经过了这个 思考之后 并不是第一直觉的 这个选择 应该是 经过了这个思考之后 觉得选C会 比较这个 360度无公害 对 中庸一些 对 是的 对中庸一些 就是假扮了一下吧 我觉得你是两种人 你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可以半猪吃老虎 你在其他的面试当中 可以半老虎吃猪 其实你是 就形式的强弱而来分别 对 我觉得这个我同意 形式强你往后缩 形式软你就可以往前走 你是这种人 对 你知道吗 对对 来吧 诸位 别忘了 这位选手应聘的是 实习工作 实习工作 大家应该有一个 基础判断了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了 还有八盏灯 来接下咱们最新的十位 从叶子龙开始 在我们医院的企划部工作 而就是做策划 谢谢 李浩阳 学生我们给你的是那个 朋友印象的新媒体策划的这个岗位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 好 谢谢 品课事业部 我们是职场平均课程的新媒体策划助理 谢谢 唱八卖送可以提供给你的岗位 是市场部的实习生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联所事业部的 策划方面的管理陪险生 工作地点在深圳 好 谢谢 尹芳 咖啡机欢迎你 给你的岗位是市场部的策划专员 谢谢 如果你对艺术有兴趣的 我们旗下的这个意外艺术这家公司 也很适合你 做这个新媒体的策划创意 谢谢 谢谢 酒娱乐这边能够给到你一个 电影宣传这方面的物料管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请揭晓 对他们的薪酬满不满意 我觉得可以再高一点 因为 谁要谁高还是两个都要高 研究部 对 要高多少 至少我觉得高一千吧 高一千 加吗 可以加 可以加 加上 他加到六千二 现在对薪酬还有意义吗 没有 为什么要加 一分前一分后吗 我记得你的预期的薪酬已经满足了 你的预期是五千 人都是贪婪的 人都是贪婪的 你要算直接 来 把另外八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超过于六千二的老板 有没有 五 多少千 七千 七千 有没有超过于七千的 五 我可以再出 四 三 二 七千五 七千五 有没有超过于七千五的 七千八 你不能 你只能喊一口 不行 七千五 可以喊两次 说话只能一次 二 一 七千五 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加到七千五成号 我觉得直 我们在深圳现在发展也挺快的 我给你留的是深圳的港 怎么把 你不是意向也深圳吗 对 怎么把我给灭了呢 就刚 他们给的也不是深圳的港 图老师跟我讲 就别的地方也挺好的嘛 对吧 想去别的地方 我可不是猪啊 没有 就想别 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 做出一个决定 是否愿意让陈昊代替 他们当中的某一位 五秒钟时间 你的决定是 陈昊 就我最后想留下来 是立总跟陈昊吧 陈昊代替研究谱 研究谱黯然离场 陈昊荣誉登场 来考虑十秒钟 在最后的两家鞋当中 做出最后的抉择 十秒 朋友印象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还有印象 加油啊 谢谢啊 因为我不这么喜欢 你干嘛拍拍我 来 朱渊 什么意思 来 朱渊 回答我问题 为什么很多选手 都跟你一样 就是不会选他 却让他上台 让另外有人下台 这是为什么 好受伤啊 像我们这样的 为什么 我在刚刚那十几秒 里面想了一下 我觉得朋友 印象会是一个 就是那种网络平台 更适合我一点 其实出现几次 这样的现象 就是这个选手 让另外一个 价高的人上了台 把另外一个干掉 但最后选择的还是 一开始的初衷 我宁愿把这个行为 选择为是 人是有贪婪的 但最后会克服贪婪 我宁愿相信是这样 我觉得是很好 很好的设计 对对对 再见